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时间回到1953年12月15日 美国纽约伟达公关的总部办公室大门紧闭 维尔总裁正在主持一场历史性的秘密会议 会上有全美各大烟草公司的领导 伟达公关的精英已经两个重要的名字 爱德华·伯拉斯和C.C.·里特尔 伯拉斯被誉为现代公关之父 里特尔曾是米歇根大学的校长 当时最顶尖的遗传学家 癌症专家 这场会议在历史上被称作 对吸烟者的坦率声明 而50年以后 他有一个更准确的名字 谢谢你抽烟 维尔总裁在会议上说 没有人希望你结业 吸烟必须是一种时尚 50多年前战争把香烟推向了大众 它成了男人手中权力和阳刚的象征 20多年前 伯拉斯在女权运动中 把香烟塑造成了女性手中的自由火炬 但现在突然有一声项目开战 说香烟引发肺癌 我们应该和他们正面对峙吗 不 还是像往常一样 我们相信好莱坞 只入一个镜头 就能让年轻人为香烟着迷 只要他们尝试第一口 相信香烟吧 香烟会捆住他们一辈子 你手里的烟草将永远控制他的快乐 幸福和平静 而他将在日复一日的过程中 花费巨额的财富 来向你乞讨这些快乐 如果那些医生说错了 香烟与肺癌无关 那你将得到一个永远的客户 如果那些医生说的没错 肺癌也会迅速掏空他的身体 还有积蓄 让他立刻一年早逝 回报资本 资本滚滚向前 社会没有负担 这不也符合你们的利益吗 现在的问题就是 别让消费者只关注到香烟与肺癌的联系 那些医生说 飙升的肺癌发病率 与香烟的流行有关 这只是一个假设 我们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架设 肺癌发病率与空气污染有关 与白油马路的利青有关 在座的李博士 是全美最顶尖的癌症专家 他一定能帮我们找到科学上的疑点 用科学反击科学 用疑点混淆主题 把烟草危机转化成一场科学论战 再把这场科学论战 引导成香烟产业的无形广告 只要这场论战没有结束 你们的香烟就可以畅销无助 我们给公众一个更加科学的大事业 关于烟草争议的科学视角 只要争议还在 这个免费的公关广告就永远存在 要执行这个策略 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步 就是成立一个足够权威的科学机构 烟草研究院 一边向公众坦白 烟草确实存在很多未知问题 一边扩大舆论 把危机变成广告 维尔总裁的策略提案完毕 烟草商们起立鼓掌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当年秘密会议的备忘录 上面清楚地写着 第一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名为研究的委员会 第二让公众们认识到烟草引发癌症 这确实是一个严肃的医学观点 但并没有科学证据可以证明这些观点就是对的 第三我们目前的行动 最根本的目的是应该让公众放心 第四研究委员会将首先讨论这些问题 比如 为什么医生提出的老鼠实验中 小鼠被烟油杀死了一半 但没有给出死于肺癌的数据 在过去的25年中使用香烟最多的是女性 但为什么却是男性的肺癌发病率飙升 吸烟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全世界各国那些长寿的领导人们 他们吸烟习惯是怎么样的 几个世纪以来 人类曾经把哪些疾病错误的归结于烟草 半个月后 1954年1月1日烟草研究院成立 1月5日对吸烟者的坦率声明 同时出现在了448家报纸上 累计发行超过了4300万份 到了4月 那本叫做《关于烟草争议的科学视角》的小册子 被寄给了176800名医生和科学家 15000个新闻单位 和114位主要的出版商及媒体负责人 小册子中收录了36名顶尖科学家的研究 他们质疑吸烟与健康的关系 与此同时呢 还有数百名专业的烟草说客 被派往全美各地 拿着成捆的现金去公关关键人物 出现在电视上施展他们的诡辩技巧 他们从来不骗人 从来不否认医生们的研究数据 只是使用伟达公关早就定下来的疑问策略 不断地质疑那些反烟斗式的质疑 比如在脱口秀节目上 一个肺癌少年被请上了舞台 烟草说客反驳说 如果顾客死了 烟草公司就少一个客户 这对烟草公司来说没有半点好处 只有那些口口声声喊着禁烟的人 才希望这个少年早点死 这样他们就能拿到更高的预算 但鬼知道他们有没有把这些预算用于禁烟 就这样 本来关于青少年吸烟的危害 被转移到了机构利益的问题上 观众们顿时炸锅了 只记住了机构利益 草丘忘记了吸烟危害 关于烟草说客的惊人操作 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你可以先放下手中的香烟 再搜索谢谢你抽烟 这段历史又同名的电影和小说 你可以从中看到 我在频道里无法描述的惊悚故事 时间回到1947年 纽约贝尔维尔医院 这场烟草大战的导火术被点燃了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这天一个实习的医科生被吓傻了 他人生第一次看到了一个肺癌死者的肺 他叫做恩斯特·温德尔 医学院的教材告诉温德尔 肺癌是罕见病 当时如果出现了肺癌患者 或者肺癌的死者 一定会有大群的医科生过来花式为官 但到了温德尔实习的时候 他却发现教科书好像写错了 肺癌在临床上越来越常见了 温德尔比较轴 他想调查一下这是为什么 于是他私下走访了几位肺癌的患者 发现他们都有吸烟的习惯 温德尔在将肺癌发病率的飙升时间 与香烟流行的时间做对比 正好重合 温德尔开始怀疑是香烟引起了肺癌 温德尔找到了自己的导师 葛老板说出了这个想法 希望老板能够支持他的研究 葛老板一听就不淡定了 因为他的办公室里这会儿正好是一地烟头子 葛老板是个老烟鬼 他抽了半辈子烟 而且坚信烟草是一种有益健康的天然草本植物 美洲神草 包治白病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几乎所有的医生都不认为吸烟有什么不妥 在传统的医学观点中甚至认为 烟草有益健康 当时还有很多的医生为香烟代言广告 什么越来越多的医生选择抽落头盘香烟 20679名医生说好运牌香烟刺激性低 妈咪 在责备我之前应该先点燃你的万宝录 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医生 声称自己每天至少抽一包烟 55%的美国成年男性和60%的成年女性吸烟 当时的医生还根据古老的印第安配方 开发出来一种烟草牙膏 声称烟草牙膏清新口气完美一流 还能美白牙齿上的胭脂 直到现在你都还能买到这种牙膏 所以在当时 温德这个医科生突然跟老烟鬼老板说 吸烟会引发肺癌 后果可想而止 葛老板当场就把温德痛疲一顿 但最后还是统一了温德的研究 因为葛老板实在骂不负温德那股子轴角 只好让这个傻小子自己去研究 好好看看吸烟与肺癌无关 然后温德就做了两个著名的研究 1948年 温德开始在贝尔维尤医院发放问卷 询问肺癌患者的个人习惯和吸烟情况 葛老师认为他找不到足够多的肺癌患者来完成调查 结果到了1949年温德竟然收到了200分问卷 也就是说仅仅纽约的一所医院 一年之间就接触到了200名肺癌患者 肺癌已经变成常见病了吗 温德的初步研究立刻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再配上当时连一颗声都没见过的惊悚难费 新闻立刻转出了眼球 有记者拿这件事去询问温德的导师 也就是葛老板 当时葛老板还依旧在电视上自信的说 既然丝袜和香烟同时流行起来 那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是丝袜引起了肺癌 1950年温德又从全美收集到了604份问卷 再次证明 这些患者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重度吸烟者 这个时候葛老板再也不淡定了 开始重新审视温德的研究 于是葛老板支持温德做了下一个实验 这次葛老板和温德设计了一个模拟人废的装置 疯狂吸烟 然后得到了一些胶油的冷凝物 他们把这些冷凝物溶解 每周在小鼠的身上涂三次 每次40毫克 这大概相当于一包烟的胶油含量 涂胶油的老鼠一共有112只 不涂的有44只 他们想看看在未来20个月当中 这些老鼠究竟会发生什么 42天以后 涂抹主出现了第一个哀变 接着涂抹主的老鼠纷纷出现了癌症 死于癌症 到了第12个月涂抹主还有62只老鼠活着 但已经有58%出现了癌症 到了第16个月 也就是第71周 这恰好是这批小老鼠理论寿命的一半 本来这个时候的小老鼠应该是最精壮的年纪 但是涂抹主频训出现癌症的时间也恰好是71周 20个月结束的时候 不涂抹主的老鼠还有53%存活 涂抹主的只有9.8%存活 换算成人类 大概就是每周三包烟 抽30到35年 就将迎来和涂抹主老鼠几乎差不多的命名 看到这些实验数据以后 格老板从1953年开始 联合了很多著名的胸外科医生癌症专家 呼吁禁烟戒烟 于是就引发了最开始的那场烟炒危机 但是对于格老板自己来说 已经太晚了 四年以后他死于肺癌 1776年 美国独立战争 烟炒被当作抵押平为革命提供了资金 1917年 一战美国六星上将潘星术子弹 还有同样多的香烟 1942年二战 美国总统罗斯福将香烟清定为战略物资 向军队配发了3000亿根 香烟所带来的丰厚税收 才是Wonder面临的真正敌人 烟炒公司的海量至今涌入社会 民众们的吸烟频率不降反升 到了1960年 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抽掉4171根烟 而烟炒危机爆发的1953年 只有3122根 烟炒他们知道 要直接证明烟炒引发癌症 那就必须在人体上做实验 而科学伦理又绝对不允许任何医生 在一个活人身上来做诱发癌症的实验 那么科学就永远是假设 假设就可以用疑问战略来混淆 让科学争议慢慢发酵吧 让伟达公关和烟炒睡客们火力全开放 争议越大 广告就越无心 在出现实锤的结论之前 香烟将越卖越火 这个时候 卷烟公司也加入了混战 我们接着看 最开始 只有女性香烟上会有长长的过滤嘴 这是为了防止烟炒末 沾到美唇上引起尴尬 但是到了1952年 剑牌香烟突然构思出了过滤嘴的天才营销方案 他们巧妙抓住了科学论战当中的一个焦虑点 那就是 无论正反方 所有的科学家一致承认一个事实 烟油确实有害 但究竟是什么物质有害了 会不会引发肺癌了 没人说得清 那好 是这个烟油让你们感到焦虑是吧 那我就改造产品 为所有的剑牌香烟都加上一个微颗粒的过滤嘴 剑牌声称 这个微颗粒过滤嘴是聘请了陶氏化学和杜邦实验室的顶尖科学家 精心设计了完美科技产品 紧接着 几乎所有的卷烟品牌都开始学习剑牌 加上过滤嘴 但事实上 当时过滤嘴的主要成分是食棉 后来被WHO定义为一级致癌物 也就是确认百分之百能致癌的物质 食棉的奇葩故事就和烟草一样 伟达公关又在后来长期为食棉公司服务 用类似的策略 为食棉做无罪辩护 吸烟有害健康 这句话现在被印在所有的香烟盒上 但它的背后其实是112万名癌症患者的血泪 1964年 美国医症总署统计了1200份期刊和6000多篇论文 提出了一份长达15万支的报告 报告的阻止证实吸烟引发癌症 这份报告当中一共统计了112万名癌症患者的病例 再配上触目惊心的图片 美国政府终于被说服了 吸烟是引发肺癌发病率飙升的主要原因 当局必须立刻行动 当年美国就起草了联邦香烟标签和广告法案 并且迅速通过 法案规定 所有的香烟盒上必须标明 吸烟对健康极为有害 可导致癌症和其他致死疾病 但后来 烟草生们又不知道经过什么样的神操作 让这句话淡化成了吸烟有害健康 到了1971年 最后一条香烟广告出现在美国电视上 但一直到2012年 烟草才被WHO正式定义为一级致癌物 2020年 WHO公告 过去50年当中 烟草杀死了多达一半的使用者 平均每年造成的死亡超过了800万人 700万人直接死于抽烟 120万人死于二手烟 20世纪烟草一共杀死了超过1亿人 而21世纪预计杀死超过10亿人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 那就是2018年 美国吸烟人口比率降到了16% 烟草消费量也从巅峰时期的 人均4,345只下降到了1,052只 但WHO还是说 全球依旧有13亿烟民 8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而中国又占了其中四分之一 每天全球大约有8万名18岁以下的青少年 抽了人生的第一支烟 同时 每天全球大约有1.2万名18岁以下的青少年 成为了烟民 而烟民成功戒烟的比率 不超过7.5% 再回想一下那场谢谢你抽烟的秘密会议 也许烟草这块南美神草的背后 还有更惊天的阴谋 毕竟在我们的故事中 美洲可是一个外星人的基因农场 从这里走出来的农作物 每一个都具有改变世界的超能力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夫人说 原来你是想说广告人比外星人还可怕